全世界最骗人的十种食物 苏打水提神原因竟然是这样 第一名人们每天都在吃 别再被骗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牛奶豆腐这些食物 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但你真的了解他们的真面目呢 在工厂中 他们是如何被弄假成真的呢 今天大郎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世界上最骗人的十种食物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吃了 第十名 假牛肉 牛肉太贵了 每斤得花三十元 所以有些厂商玩小聪明 用鸡肉鸭肉或猪肉 这些便宜货 价格大概每公斤只要十元 做出来的牛肉你敢信 为了让这玩意更牛肉 他们往里面加牛肉精华或牛筋啥的 再用明胶一条 做出来的肉既有嚼劲又有弹性 表面看起来还蛮像那么回事 有的制造商更狠 用牛肉扎淋巴结和内脏这些剩菜剩饭 磨成肉末 搅一搅告诉你这是纯正碎牛肉 更有甚者 拿死乳牛或老母猪的肉来冒充 加点色素和硝酸盐 颜色看起来新鲜的很 你敢吃吗 最夸张的 有些商家就用鸡蛋淀粉或植物蛋白弄个复合肉 各种添加剂一搅和 看住跟真牛肉似的 其实一点肉味都没有 这种假牛肉满街都是 让人不得不怀疑 那盘你在餐厅点的煮牛肉或炒牛肉 真的是牛肉吗 第九名 假豆腐 你以为豆腐 那种看似最天然 营养满满的食物是安全的 别想 是面上有假豆腐 有的硬邦邦的 你按都按不进去 里面掺的是什么 一丝满满的工业级石膏 吃多了可能会致来 搞不好还真的会 然后那种外表白净 看住让人垂涎的豆腐 一股石灰粉的味道 暗示可能用了对健康不利的美白剂 还有的商贩往豆腐里添明胶 想让它软化都难 煮半天还是那么硬邦邦的 吃起来别提多别扭了 而且那些切面异常光滑的豆腐 缺少豆腐应有的天然风潮状结构 这里面是什么 增加了一些玄乎的东西 怎么煮都不会变软 吃豆腐的事本来是很爽的事 我说的是食物的豆腐 但现在蛮让人头大的的 第八名 热狗 夏天来了 也餐店上的常客球场边的 挚爱热狗 闻住是不是就让人欢喜 但如果你知道 它们是怎么来的 可能就没那么馋了 热狗的制作用的是机械分离的肉 啥肉都有 猪啊牛啊鸡啊 搅一搅啥都来 不光是肉 皮肤脂肪甚至内脏 统统来一份 打成一锅粥 这锅粥还要加点水淀粉 各种添加物 一搅拌再撒点盐香料和防腐剂 还加点亚硝酸那宝色炎鲜 听住不错 实际上有增加某些癌症风险的嫌疑 然后这混合物被塞进长衣里 有的是真长衣清理前进的动物肠子 有的走现代化 用合成的 塞好了煮熟冷却包装 一只热狗就这么出炉了 知道这些内幕后 你还想吃热狗吗 第七名 棉花糖 那个萤火夜晚的完美小伴侣 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的 重新思考它的可爱 这些蓬松的甜点 其实是用明胶做出来的 这东西呢 主要是从牛和猪的皮肤 骨骼中提取的胶原蛋白 想象一下 这些动物部分被煮沸 然后用酸货碱处理过 过滤成一种清澈的无味的东西 制作棉花糖时 这种凝胶就和糖玉米糖浆 还有香草 这些调味料混合搅拌到蓬松 然后冷却 撒上点玉米淀粉和糖粉防粘 听住是不是有点复杂 特别是对于素食者 纯素食者 或是因宗教原因 对食物有特殊要求的朋友来说 棉花糖里的凝胶问题 可能就有点敏感了 再加上这背后 还有工厂化农业的影子 对环境和动物福利的考虑 也让人不能不思考 幸好现在有些更友善的选择 比如 用穷枝或搅蛋白素这种植物成分 制成的无名胶棉花糖 让这个甜美的小吃既美味 又更容易让人心安理得 第六名 加工乳酪 也就是超市常见的那种起司产品 或起司食品 价格实惠 保质期长 融化得刚刚的 听住是不是挺诱人 但如果你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下次做烤起司三明治时 可能就得想想了 这个起司虽然起点是真正的起司 但后续操作可就复杂了 把起司融化 再加入乳化剂 稳定剂防腐剂和其他种种添加剂 为的是让它变成一种均匀的混合物 那些添加的东西 例如做乳化剂的磷酸盐柠檬酸钠 还有那些人工色素 都是为了让起司看住更滑 色泽更统一 这么一弄 加工乳酪的乳酪成分 实际比例就降低了 而且那含量高得很 还有其他添加物 这些都可能给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 例如血压上升 或是过敏反应 知道这些后 如果想吃得更健康 可能会考虑转向自然乳酪 那种来自永续来源的 或适时以植物为基础的乳酪 替代品 第五名 方便面 那就了无数叶猫子 和忙到飞起的职场人的神器 便宜又好弄 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餐 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 等等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你可能得重新评估这个选择 首先 泡面的面条 基本就是小麦粉水盐 还有剪搅一搅 赶开切条蒸熟 然后 为了让面条能存得久一点不变质 这货们还得经过一轮油炸大会 放进油中去个水分 这一抛脂肪含量就直线上升了 调味包呢 那可是高纳人工香料大集合 胃精都不在话下那 吃多了血压嗅一声往上涨 胃精还可能让敏感族群头痛恶心 更别提这面条里维生素矿物质 那是营养价值低的可怜 长期大量的吃方便面 对身体没啥好处 高纳不健康脂肪筒来袭 还有别忘了泡面的生产 棕榈油塑料包装啥的 环保这块也是挺堪忧的 砍树塑料污染问题一大堆 所以泡面虽然方便 但可能得考虑在下手了 第四名 苏打水 那几乎无所不在的饮料 你一打开冰箱就能看到的那种 但等等深入了解一下 你可能对它不再那么有感情 主要成分碳酸水堆糖 或是高果糖 玉米糖浆 还有一大堆人工香料和添加剂 像是防腐剂色素 还有咖啡因 这些糖和添加剂 可能是肥胖 二型糖尿病和蛀牙的幕后黑手 即便是那些标榜无糖的苏打水 使用的人工甜味剂 也可能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 例如代谢症候群 心脏病等等 不仅如此 苏打水的生产过程 从用水量到塑胶瓶和铝罐的处理 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大规模的玉米种植 为了那糖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不仅破坏森林 也污染水源 损害生态系统 所以知道了这些 下次口渴的时候 可能喝点水凉茶 或是自己弄个水果饮料 会是更健康更环保的选择 第三面包 看起来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简单方便 但等等等你了解到它是怎么来的 可能就不那么心动了 首先这面包用的是精致小麦粉 也就是说 那些原本的营养和纤维 在加工的时候都被弄丢了 留下的主要就是淀粉 这种面包吃多了 血糖上窜下跳的问题就跟出来 不止如此 为了让这道面包看起来更诱人 保质期更长 制造商还得加入各种防腐剂 面团调理剂和乳化剂 甚至为了味道更佳 也可能买高果糖玉米糖浆 或其他添加糖 吃这种精致面包 可能会增加肥胖 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 还可能为你的消化系统和体重管理增加 更不用说 生产这种面包还挺耗资源的 需要大量的水能源和化学物质 所以想吃的健康对环境有好处 试试全穀物面包 或其他为精炼穀物制成的替代品吧 营养多多还环保 第二名 鸡块 这个在素食店和冷冻柜里 随处可见的小吃 因其方便快速和口感酥脆 而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不过要是深究它的来历 可能会让人有点吃不下去 说到做鸡块 厂商通常采用的是 所谓的鸡屑分离肉 大意就是把鸡的剩余部分高压挤压 过个筛子 最后变成一团糊状的东西 这个过程 能确保连鸡骨头里的肉丝都不放过 当然 顺带住软骨皮之类的也全进去了 然后呢 这肉糊就跟各种填充料 防腐剂和人工香料混合在一起 目的无非是让它尝起来更像一回事 接下来这混合物被塑形成鸡块状 裹上面衣 最后要么油炸 要么烘烤 这样溢出来的鸡块 那含量高的吓人 不健康脂肪和各种添加物也不少 再加上现在养鸡大多工厂化 不仅动物浮力成问题 抗生素滥用和环境污染也是隐忧 这鸡块虽然吃起来挺香 但知道了背后的故事 下次再吃时可能就得再想想了 第一名 鸡蛋 有位女士分享了她买到的假鸡蛋 一看就知道不对劲 这些鸡蛋裂开的方式 和普通鸡蛋不一样 而且颜色也深那么一点 最离谱的是 假蛋黄竟然完全均匀 没有一点点自然的颗粒感 估计是加了什么增稠剂 连颜色都是染的 她说这假鸡蛋毫无味道 一打开就变质了 制作假鸡蛋的过程 听住就让人摸不住头脑 全是化学玩意儿 一点营养都没有 首先得弄个溶液 海藻酸钠混水 假装是蛋清 搅啊搅的 直到变稠 假蛋黄也差不多 但得加点柠檬色素之类的东西 让它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然后这奇怪的液体被倒进模具 最后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假蛋黄 至于蛋壳 也是一堆化学材料混合起来 模拟蛋壳的质感 这整个过程简直难以置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主要内容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十个骗人食物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